大家好,欢迎来到艾门享受健康系列的频道 我是享受健康的艾门 新生代演员庄越 为了诠释新戏里受皮后的角色 不仅断时21天 还每天走路8到16小时 最后虽然成功减掉14公斤 却也造成而内部平衡 又爱罹患横文基隆解症 庄越为了快速瘦身 不仅断时 运动 还喝大量的水 吃香蕉 极有让身体脱水来瘦身 虽然成功在短时间内减重成功 却也因实时的横文基积出损伤 导致肌肉细胞的坏死 再细杀心后 体重在二周内就爆肥10公斤 整组身体坏光光 后来才靠真饮时调整 和过滤作息才慢慢好转 许多人以为 横文基溶解症是因为高温 缺水导致 其实过度节食 断食 再浮以高强度运动 也会造成 如果是用上述方式减重 一觉醒来觉得肌肉酸痛 请小心 这不是运动伤害 乳酸堆积 而可能是离患上 横文基溶解症却不致吃 严重甚至可能致命 横文基又称作骨骼肌 为包覆在骨骼上的肌肉 用来帮助人体产生力量和收缩 如行走 跑步 举重等等 灌注血液到全身 另外 它也用来支撑人体关节和脊椎 使我们能够坐下 站立和保持平衡 横文基溶解症代表肌肉受到重创 横文基溶解导致 原本仅存在肌肉细胞内的结构 物质 肌虹蛋白 释放到血液循环系统当中 当具有高水平的肌虹蛋白血液经过肾脏 会损伤肾脏功能 严重会导致肾衰竭 无法代谢有害物质 进而让患者死亡 为什么会罹患横文基溶解症 简单来说就是肌肉细胞死亡 当肌肉组织受到强烈撞击 挤压 扭曲或压迫 都有罹患持病风险 除了先天遗传因素影响之外 最常见的致病原因未过度运动 像是频繁重训 长跑等等 长时间持续压迫某个肌肉部位 或长时间使用压迫装置 那是不是不过度运动就能避免持病呢 其实不然 有些人为了达到快速减肥效果 会刻意不补充水分 便解之失衡就会增高离病风险 其他病疫还有车祸 重大意外 喝药物 毒引起的肌肉损伤也包含在内 不只自发的损害肌肉 被动损害肌肉也会导致横文肌溶结 横文肌溶结症出息症状并不明显 像是肌肉酸痛 肿脏 全身贪卵无力等等 都跟流感非常类似 有些患者会以为这样的酸痛感是肌肉拉伤 贴上酸痛贴布 不过随着症状持续进展 患者会发现贴布并没有改善酸痛 与流感最关键的差别 就是小便颜色会呈现深红色 深褐色状态 类似可乐那种颜色 这时就要赶紧前往急诊抽血检查 西红蛋白可能已经超标 横文肌溶解症诊治疗 为了避免急性肾衰竭 一般会先以大量点滴补充生理食盐水 静脉输液 维持体液和电解质平衡 同时也必须监控每小时尿量 看情况给予利尿剂 治疗顺利的话 约数周到数月就能恢复正常生活 但如果是重症 死亡率会大幅提升 就算痊愈 也可能会面临洗肾难题 如果你发现肌肉串痛状况一直好不了 而些小便量变少 甚至出现可热尿 酱油尿情况 就要赶快到医院进行检查 及早治疗肾功能才能恢复较完全 以免未来终生洗肾 不过最好的保健方式 应该是可长久持续而健康的 每个人的身体和需求都不一样 建议咨询我们的营养师或健康专家 以获取个人化的建议和指导 根据你的目标 身体状态和饮食习惯 制定适合你的健康计划 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轻松享受健康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频道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最新通知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